大家好 今天這影片是介紹在馬祖旅遊一定會搭船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胡澳港 胡澳港一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71便利商店 非常的方便 要買人魚這裡 千萬在這裡買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走往前面走呢 會進到這頭會有兩間有空調有冷氣的旅客休息室 這是另外一間 那外頭這邊也有常理一下就是一般的溫度並沒有冷氣的地方 那往前走會看到這邊有一個自動售票機取票的地方 這裡面走進來之後 哇這個冷氣非常非常的涼爽 這邊有四部自動販賣機可以售票的 那同時在左手邊這邊會有一台飲水機 如果要取冰水溫開水溫開水這邊都有 這間會空調冷氣會比較強的原因是 他們這邊的售票工作人員呢 也是在這個房間內做售票收縮冷氣的危險 走出來之後明顯就會覺得 哇好像在洗上門楼的烤箱裡面 整個媽祖先生的天氣非常非常的冷 往這邊走過來會看到這邊是賣船票的地方 那這個船票有分兩頭 一頭是要到東旅和西旅的一個船班 這個可以看一下這個售票的一個票價 還有它整個一個基本上的一個優惠 那往這邊右手邊這邊過來呢 會看到這一頭就是這個南北竿之間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從南竿的福澳港 要到北竿的白沙港 它售票的位置就在這裡 票價很明顯的就公報在這上面 還有船班的時間 這邊會有兩家周通船的公司在營運 那就可以看你 其實票價都一樣 看你它的時間是 算什麼時間是什麼 基本上呢 早上的時候人會比較多 那這個早上這邊 因為這裡還有往大丘 大丘去看梅花路的 船班也是在這邊購買 船票也是在這邊搭乘 那搭到大丘那邊回來的路上 就會在北竿稍微停一下 逛過來 會看到這邊 早上時間這邊會有人賣商業 這個商業的旁邊呢 看到這85度吸引 目前已經收了 轉眼間我們就進到船艙裡面了 這個裡面可以搭145位遊客 另外還有船員的話 好像是10位 會有10位公佈裡面 船艙會因為上面還有底下 那底下的地方 空調會比較強 上頭這邊因為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那空調是從底下打上的 所以底下那邊空調是比較強 整個位置看起來就像在中國 國內所搭的那個快 那個快體 可以差不多是這個 這個模式 可能大概也都是這樣 好的 船艙間 船艙已經到達北竿的白砂坑 這是北竿白砂坑的外面的一個景色 可以看一下 慢慢的已經開進港 這個港口呢 白砂坑它有船班 有船班走小山 輪到對面中國大陸國內的黃崎港 黃崎港 那個票價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650元新台幣 好啦 走過來 往這邊 會看到 那個 這裡的港口內的情形 裡面的船坡 船隻也不是很多啦 那這個港口也不是很大 只能用迷你 迷你型的 南北竿之間的貨物啊 在運送也會靠這種交通船 在貨物運送 慢慢的就讓這船班啊 船隻啊 拷完之後 就準備 那個 離開這些船隻 我們準備上岸了 準備上岸 好的 離開這船隻呢 我們就上岸 就沿著人潮的方向走 這個港口並不大 非常非常的小 並不是像想像中那麼大一個港口 因為畢竟這邊的人口處不是很多 那 那 依序的 走 出船艙之後呢 就往前走 往前面 前面 前面不遠呢 這邊可以看到 又手邊這邊有交通車 那在整個 那個北竿這邊還是有交通車 那有些人可以坐摩托車 剛剛就看到有人要 邀惑的要不要出摩托車 那摩托車呢 基本上在這邊是 算是不錯的一個交通工具 這裡也是小山通上岸的地方 走出來看一下外面的車廠的位置 好了 影片大概就介紹到這樣 讓各位知道 我在媽祖旅遊的一個情形 及搭船的一個過程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影片見